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但是民进党的立院党团干部人选 却陷入了派系之间 还没有拍板定案 总召柯建民担心协调不成 最后会走上投票 引发派系竞争 因此僵持不下 这让想要角逐干事长的立委 陈廷飞不满的说 希望党内能够赶快建立一套机制 至于国民党团 则是因为他们的立委 陈超明跟廖国栋遭到了严压 一下子又掉了两席 新会期的经济委员会 能否拿下赵伟席次 也出现变数 立法院开议 但民进党团干事长书记长 还是乔布隆 这让有意担任干部的立委 陈廷飞也好无奈 在这一次一样我登记 我本来也以为说 就会照着我们之前的 这个大家的默契 然后可能会是我来担任 这个干部 可是最后好像又要我礼让 那其实说真的 离让都没有问题 可是要建立机制 过去民进党团干部都是轮流担任 但总召柯建民 这次支持郑运鹏 钟嘉宾 继续担任干事长及书记长 结果陈廷飞 庄瑞雄也想搅足 这下党团干部上演争夺战 也被联想是派系再卡位 因为2022县市长初选逼近 担任干部会有比较多的曝光机会 目前还在写条中 所以我们就说总到辛苦了 新会期民进党的干部人选还没解套 而国民党则面临缺人窘境 立委陈超明 廖国栋涉嫌贪污 遭到北院严压 但23号就要进行各委员会招委选举 加上服刑中的立委傅宽奇 还有向来加入国民党团运作的高金素媒 告假一个月 蓝营一口气少了三人 让本会期的招委选举出现变数 看跟民众党之间的合作 假如他们来支持我们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多一两期出来 对比蓝绿都还在各自难题中 寻找解套方法 这回小党在招委习次上 反而成为关键少数 记者晏里和荣 台北重道